警方昨天一共施放88个催淚弹 和27发橡胶子弹 部分催淚弹误中无辜 包括有催淚弹射入旺角一间药房 有面店外的招牌中弹着火 警方早上派人去到药房说不好意思 邓一文报导 星期日晚冲突延续到凌晨 警方全日用了88发催淚弹 多条街都烟雷漫 9点半近磋打脑道传出几下枪声 之后一间药房冒烟 义务急救员入到店内 将店长带出来 事后货架上找到催淚弹壳 警方早上派警区代表去到这间药房 代表逗留大约一分钟之后就离开 他们就来说不好意思的就体谅一下的 赔偿那方面就没说的 没办法都要收拾都要 这些有得退换就换了先 没得报销就毁了 催淚弹射中这个货架 货物上面有些黑点 大约一千元的货物要报销 药房里面仍然有很大股刺鼻的气味 店员都要特意开部风扇来吹散一股味 在西洋蔡南街这间鱼蛋铺同样受催淚弹影响 门外广告牌起火 途人帮手淋水 职员都尝试救火 之后在米堆之中找到催淚弹壳 早上店铺照样开门做生意 广告牌已经亮着灯 地下的电线就看到有烧焦的痕迹 职员表示 之前一晚的食物已经全部丢掉 店内几乎坐满 吃完都没事 当然担心 如果都是无辜吃一下东西 如果都中蛋的话 没办法 不过加料的话 警方说已经去受影响的店铺解释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道 一首掌握油田新闻